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新開的小豬面線 這是這間電視面的樣子 就在台北市吉祥路上 這邊看得到101辦公大樓 現在陽光很強 在台北市松山區吉祥路12號 當然如果你是這個麵線神教教友的話 還會優惠喔 好老闆你好 那我想要一碗您的招牌這邊吃 招牌小豬麵線 招牌 吃肉還沒好 吃肉可能要在這5分鐘 因為招牌也沒有含吃肉 吃肉在1分鐘 是 那我等一下 所以老闆一早也是很忙碌 各位朋友這個 稍微有點耐性等一下 就會吃到這個很美味的餐點 好那就決定直接說哈大碗 喔這也太大了吧 那還是小碗好了 有點大的感覺 喔那底料在下面 我們放在下面 對 好那老闆的麵線特別之處 還有加皮蛋 是算是老闆您自己的創意啊 也不是其實 其實很多店家其實麵線也有加皮蛋 那就是說 麵線加的配料很多種哈 大腸啊 蚵仔肉跟丸子 各種類要求都有 那只是我自己 自己個人喜好 後來自己試過味道之後 試過口味之後 決定配這三種 就是皮蛋吃肉跟大腸 算是個人的喜好 上次我吃到那個 有皮蛋的是在樹林 樹林無敵家 他們是有那港式的皮蛋麵線 然後加那個油條 現在現在麵線加的料很多種 還有加什麼整隻魷魚的 對對對 加牛排的都有 對對對 多彩多姿啊 看起來很傳統 好 那老闆有講 他們料原本就是放下面啊 那就拜託老闆放上面 讓各位看清楚 有什麼料啊 好 再加入赤肉 哇 這是 這是麵線本身的調醬 喔 是不是 麵線本身的調醬 對 就是我們的麵線 因為調醬就是靠它的這個來調味 對 應該是不能說的秘密啊 嗯 其實應該就是各家的調味的方式 對 獨特配方 好 讚 還有這個多種的調味料 好 那我點的是小碗呢 那小碗就已經蠻大碗的 嗯 好吃 它是柴魚湯底的 加一點調味料 好 那講過了 但本身是 本身是比較喜歡蒜泥 那老闆也蠻用心的 它這個調味料都是冰在冰箱 好 辣椒有兩種 不過我選 加這一種 好 先這樣再吃吃看 就像我剛在影片講到一樣 上次在樹林才吃到這個很特別的皮蛋麵線 沒想要在台北市現在吃得到 嗯 好 這個皮蛋 跟麵線真的是很魅局 好吃 好 麵線 略軟 然後勾芡濃了一點 好 我覺得啦 但是口味是不錯 味道 好 辣椒裡面還有筍絲 好吃 好 大腸吃起來應該是沒有不過的 好,那吃肉很清甜 讚!好吃! 小碗就蠻大碗的,不錯 讚! 好吃喔 他這麵線吃起來就屬於清爽型 就是清爽清爽 然後赤肉,然後清甜 大腸沒有滷過,然後嚼起來就是 油脂香,然後淡淡的香氣 這麵香味最濃的味道是筆蛋 再來就是赤肉 好,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,不錯喔 好,推薦單家皮蛋或是赤肉,這樣應該不錯喔 好,讚喔 那老闆也蠻用心經營的 就希望老闆繼續嫁下去 讚喔 好吃 好,相當推薦喔 讚 好,那我要再一個小的那個小豬粥 小豬粥 小豬粥,我們粥可以選兩樣配菜 你要看一下 好,那我想要那個鹹蛋跟 那個那個 酸 酸菜肉粿 不是,那個叫 酸 薑豆 然後再加一個 皮蛋好了 就是 鹹蛋、皮蛋、酸薑豆三種 對對對,謝謝 好,那鹹粥應該也是這邊的招牌 好,老闆蠻用心的 他皮蛋都是線點線弄成碎的 不是那種準備好的 所以這樣會感覺比較美味 好,那如果點大份的話 大概就會跑到中午了 確實 哈哈,我們大份蠻大份的 對啊,因為我剛剛看到大碗 真的是蠻大份的 蠻大份的 我們大碗的份量是小碗的1.5倍 是齁 所以CP值算非常的高 如果食量比較大的就可以給你大碗 好 OK 好 當當當第二回合 讚 這個薑豆我個人很喜歡 因為我媽媽是這個外省人 所以常常吃這個 所以也變成有這個習慣 哇 粥體很綿密 粥體綿密 然後料好吃 這個很下飯 讚 好 我知道各位朋友想要說什麼 剛剛那個是一個 草黑的渣渣而已 我剛剛確認過了 好 我覺得今天這個料 搭配這個鹹粥吃起來真的非常的棒 鹹蛋吃肉粥 然後 薑豆皮蛋 那很自由的可以把配料自己做選擇 好吃 所以算是這個擺飾不膩 配料變化多端 好 所以我覺得是滿分的 這個招牌粥好吃 好 讚 好 香蝶劇弄下去 可以開發出更多美味的餐點 讚 好 超好吃 超好吃 評價小吃 讚 喔 對 喝什麼紅茶 我忘了介紹 他們紅茶很清爽好喝 這個天氣 然後搭配一杯紅茶 這樣喝 剛剛好 不甜膩 然後很清爽好喝 讚 好 那小豬麵線 跟這個鹹粥 個人都非常的喜歡 好吃又CP值高 老闆又認真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